劳基法行至上路 政府积极实施劳减 但劳动环境是否能够改善呢 人银行22号公布 最新一季劳动趋势调查 发现随着基本工资调升 有六成以上企业愿意加薪 但是也有八成三的劳工认为 现在物价波动大 薪水涨幅恐怕追不上物价 虽然说薪水高一点 但是物价那么高 还是没办法应付家里的一些 人银行调查显示 目前有35%企业表示缺工 因此愿意开出高薪资 招募人才 也愿意调整在职员工的薪水 另外有47.5%企业 愿意提高绩效奖金 而愿意全面加薪的企业 则有16.9% 86.4%企业 有意在第二季征财 薪资条件 开出33.7K 也创下了五年以来 同期的一个新高 至于调薪意愿的企业 也招达了64% 人银行发言人表示 尽管企业对于景气 持乐观态度 有加薪意愿 但仍有51.2%的劳工认为 薪资过低 期望薪资约在4万元 和资方开出的3万3 有相当落差 今天政府应该要注意物价 并且改善低薪问题 原则新闻 南部大陆 台北市桃園市采访报导 阿宝亚市采访报导 和资方量